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9月30号 星期一晚上11点 运通财经台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开始先插播最新消息 人保在证交所发布重大的讯息宣布 公开收购华保流通在外的普通股 以华保今天收盘价计算 溢价率是来到16.78% 人保是公告 公开收购目的 为了因应产业的发展趋势 以及集团未来的策略 整并公司目前持有47.78% 股权的从属公司 有子公司华保 以统合资源 提供更全面的产品服务 增加研发能力 以及提升营运效率 并且增加竞争力 而在台北股市的表现的部分 美国财政部预算悬崖变数扩大 台股随着亚洲股市 普遍的弱势下 开低跌破月线支撑 在全职股台积电 鸿海等领跌下 加权指数下跌了56.81点 收在8173.87点 成交量是684.97亿元 今天深一股受贿政策力多 加一灰奇领区带动台药 美食核式大涨 扮演台股 撑盘的要角 而太阳能族群受到第四季需求 畅旺 一通登高一呼 绿能和佳金合金起涨超过半根停板 族群热力四射过暖冬 而传产方面 银件受到奢侈税修正方向区缓和 激励指数透光翻喉 水泥纺织随路股走扬 多头出现拉抬力道相对的抗跌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大陆宣布 对利用太阳能生产的电力产品 实施增值税 急增 急退50% 扩大了当地和市场的需求 导致太阳能逆势大涨 上游的矽金远古人气最旺 包括了绿能 加金达能 貌系都是带量的上涨 下游电池则以一通走势最亮眼 飙上涨停14元的价位 创下7个多月以来的新高 升阳科 新日光 太极 盘中也大涨超过了3% 霹雳国际多媒体 今天以每股102元登陆新贵 一开盘就冲上133亿元 一路开高走高 盘中来到了210元 大涨超过一倍 成交量暴增 总经理邱振生强调 霹雳奇幻武侠世界大展 将在年底会登场 而明年起还会推广到其他的亚洲国家 积极拓展海外商机 勇大受惠于中国电梯需求成长 今年业绩看俏 反而还看好明年电梯保养 维修需求发酵 持续看好业绩 今年股价走高 盘中一度来到78.9元 涨幅达4.37% 持续地挑战日前写下了80.5元的高点 小本性IC第四季逐渐地步入传统淡季 包括灵通 松瀚 浦城等等 第四季业绩都将比第三季要下滑的 灵通9月玩具客户拉火高峰已过 业绩将进一步地下滑 第三季业绩恐怕会比日前预期还要来得低 呈现衰退的趋势 股价重挫跌体 老线驾场顺德第三季营收 算说受到整合元件大厂 调整库存影响 进收可能比第二季出现5%到7%的衰退 但是受惠于自制材料的比重拉高 日元贬值以及铜降下跌 等三大利基的刺激 第三季财报获利以及毛利率 利拼可以超过第二季 接下来关心法安在其货的布局 以及三大法安的买卖超排名 外资卖超了53亿元 投信卖超3.88亿 最近商量也调节了7.3亿元 三大法安同步卖超64.19亿 小艾叔叔一同来关心 台股期货部分以8120点作收下跌了62点 与现货相较逆价差53.87点 乘法面部分 外资多单加码1679口至3958口 投信多单小增118口至2195口 这一张空单增加1256口 进多单部位降至779口 总计三大法人多单增加541口至6932口 这是台北股市表现外资法人观点部分 随着大陆PMI指数回稳 外界对台达电工业自动化的订单回稳 也是重拾信心了 李昂更是认为 在资料中心订单的加温带动下 PC产品线所面临的营运逆风 将获得有效舒缓 并且推升获利态势 延伸至2014到2015年之间 虽然出托必死的持股之后 宏达电第四季营收 有望转挥为营 但是野村证券就表示 第三季营收可能只达到财测低标 也就是500亿元 使得美股亏损了上看2.4元 因此将目标价调降至103元 仍建议逢高出托持股 全球科技业掀起一波并购潮 以及私有化的热潮 巴克莱就指出 其实台湾科技业优质厂商相当多 但需要靠并购才能够顺利转席 渴望能够扭转低迷的投资氛围 外资普遍看好苹果iPhone 5S iPhone 5C对台湾供应链带动的拉货潮 所以快在这个星期公布了9月营收 就能够直接看到亮丽的数字 瑞幸证券就看好群光 大力光等收贵股 强了未来营收有机会 比预期来得更好 这次是台北股市的强弱事故 大力光等收费 股市涨跌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股市气象台今天出太阳的偏多讯息部分 PCB大厂要华受惠这型手机试况大好 加上出货集中在高毛利率的立基型产品 软硬结合版 今年获利率以及毛利率将会受增长 营业役表现渴望比去年还好 而第四季营运表现在 智慧型手机客户积极地拉货下 营与取挖 同一版级百货指出 虽然说今年整体百货零售业景气不好 但是在稳定主要客群 以及贵位改装等等的利多因素下 前八个月的业绩还是成长了5% 针对即将开始的中年庆 同一版级就表示 中年庆业绩大概占全年总营收的20% 因此期望立平中年庆成长5% 市场人士指出 赵丰银行已经放弃并购协和银行 未来将会以自设大陆紫航为主 当初希望并购协和银行 就是看上了有上海的办事处 因此就算现在放弃即期并购 未来也将会在上海设置紫航的总部 王品在大陆外食市场进场相当早 而且熟悉当地的市场生态 在连锁据点高达66家优势下 前八个月的业绩已经超过台湾 随着大陆经济附属力道转强 以及第四季持续拓展据点的带动下 今年整体营收表现持续看好 应该还会比去年更好 榜织产业中下游开始进入传统旺季了 而原物料的每吨公角也已经是超过300美元以上 因此随着原物料价格维持高档 下游厂商下单动能持续提升 反而也看好集圣力棚等业者 第四季将会是今年表现最好的一季 杨泥江西厂的两套新窑即将点火投产 预估在今年底将会提升集团 在江西地区产能达到1400万公顿 即便第四季江西水泥价格可能会恢复平稳 但是在新产能加入的带动下 看好第四季的业绩渴望持续成长 甚至有机会攀上年度移运的高峰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痛 请用玉纷珠 爸爸 鹅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寻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吹气密窗 先用气密窗 五分珠 感谢读者热烈支持 理财周刊好康加码再延长 即日起理财周刊杂志 原价220元 现在下刹168元 立即现审52元 让您轻松理财一路发 详情请下0223926680 机会难得还不快去购买 什么是友好 每个星期这段时间 看你是想去彩虹还是买国 这是我们无法轻的时间 我总是没看过阿嬷去外面 也是第一次看他笑得如何 像一个鱼 今天您微笑了嗎 今天您微笑了嗎 歡迎回到股市玩爆節目現場 我是郭凱 新台幣對外美元匯率 今天收盤貶值了1.4分 達到29.67元對外1美元作收 成交金額其以美金 有關國際匯率數字 一起來看看 在國際重大財經訊一部分 東芝公司向東京證券交易所 發布聲明指出 將裁減一半的全球電視生產人力 只剩下3000人 並且關閉日本以外的電視工廠 由三家減到一家 在2014年會計年度之前 更可能把電視委外的生產比例 由目前的40%提高至70% 美國預算紛擾始終沒有一個定案 共和黨表決同意 繼續的撥款公益政府支出 但同時也將健保改革法 擱置一年 民主黨以及白宮 卻都是揚言不會接受這項法案 而且此一結果 也已經讓美國政府 距離停擺危機 只剩下不到48小時 美國聯邦政府停擺 對經濟的衝擊 將取決於時間的長短 時間越長 但是衝擊就越大 而且政府的承包商 將首當其衝 因為按照過去的經驗 公僕在事後都可以領回積欠的興奉 但是政府承包商 則不會獲得補償 日本首相安倍 將在本週宣布調高消費稅 而這個動作被視為 是他上任以來最重大的決定 而企業到底會不會因此為員工調薪 將是最大的挑戰 否則沒有加薪而加稅 日本可能會再度陷入 經濟衰退的風險之中 亞洲股市最新消息 大陸股市收高締造 三年來最佳的季限漲幅 非消費必需品和科技股 在長達一週假期前的 最後一個交易日是拉高的 小燕叔一同來關西 如果 будете換一會兒 小燕叔一同來關西 右邊回到網上 再左邊睡一會兒 更新的時間 還有一個都市民 將會不會想到 香港城市民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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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共同营运长蒋上亿宣布 10月31号退休 由董事长张忠萌亲自都军研发业务 根据半导体设备厂的透露 台积电已经告知的设备厂 加速建置16奈米制程产线 目标是希望将进度往前退一季 缩短和强敌英特尔的查局 上一季发说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萌才透露 最快明年交棒CEO位置 震撼弹再来一发 共同营运长蒋上亿宣布 10月31号退休 预料将牵动台积电接班布局 不过张忠萌强调 蒋上亿还是继续担任台积电顾问 另外研发组织 11月开始由张忠萌亲自渡军 原本由三人单纲的共同营运长 现在只剩下两位 但是制程脚步并没有因此停歇 根据半导体设备厂商透露 台积电已经通告设备厂 加速建置16奈米制程 预定11月在新竹完成市产线建置 明年市产 希望缩短和强敌英特尔差距 20SOC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威胁的竞争者 除了16奈米 台积电靠着28奈米制程 遥遥领先对手 根据市调机构IC INSIGHT统计 依照第二季28奈米营收15亿美元 预估今年将上看63.3亿美元 比起去年远远超出三倍 也难怪台积电稳坐全球晶圆龙头代工宝座 林松春夫 看不到 旧闷经济拼有感复苏 经济部举办了2013全球招商大会 总共吸引了52家的外资投资 总金额超过1000亿元 其中日本电子商务龙头乐天 就看好了两岸的服贸协议签订 带来的庞大商机 预计初期将在台湾投资上亿元 提供超过上百个工作机会 经济部长张家住正式和外商签署 投资一项书 1000就是签了三轮 因为已经连续10年举办的全球招商大会 今年报名参加人数再创新高 吸引52家外商投资 总投资金额1388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排除投资障碍这部分 要大力的协助 比如说他们土地的取得 还有外人到台湾来 不管是他的一些工作居留 还有一些租税的一些问题 这些都我们会优先来处理 把我们的研发中心你猜要设在哪里 东华大学运营中心设在我们台北市 我们希望有机会再回复我们自己原来的家园 包括美商Solomon Pactrins 发商加勒服 日商森腾工业 株式会社NEC等15家重量级外国厂商代表来台签订 其中备受瞩目的日本电子商务龙头乐天 看好两岸服贸协议签订 破天荒出其来台投资上议员 提供上百个工作机会 乐天早一步来台抢摊 相较大陆市场进行困难 近年来日商积极转向寻找台商合作 尽管国内目前对于两岸服贸协议签订 还是存有杂音 但外商认为 服贸签订将对台湾友好的发展机会 希望透过合作 共同进军大陆市场 林松秀夫 看不到 行政院积极推动生计起飞方案 挹注产业新活水 国王生计就宣布 旗下季节流感疫苗将从传统型 转为全球各大疫苗场 加速发展的全新四架型疫苗 目前已经是完成动物试验 预计2015年进行第三期的临床实验 行政院力挺生计业 再推生计起飞方案 释出包括新药 医财医馆等三方同步兵禁的具体政策 更计划在三年内 创造五到十项生计的创新产品 或是成功案例 激励生计股涨势在起 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是乐观其成 生计股正航 身为国内唯一 人用疫苗制造厂国王生计 乘神追击 宣布季节流感疫苗 将从传统三架型 也就是只能够防御两种A型病毒 包括H1N1 H3N2 以及一种B型流感的疫苗 转为四架型 也就是全球各大药厂 都在加速发展的全新疫苗 目前已经完成临床前动物实验 预计2014年进行第二期 2015年完成第三期临床试验 我们在欧洲目前已经有15个国家 取得了流感疫苗的药症 而原料药厂台药 摆脱近四季以来的亏损局面 第二季顺利转赢 每股小赚0.03元 预期随着新的废水工程到位 以及降胆固醇原料药开始出货 营运渴望逐迹豪转 福利选李文斌台北报道 笔电品牌大厂红基在PC市场 挑战很大 但是由于低价平板热卖 上调今年出货上开1000万台 同时明年平板试单内容 也大致出炉了 未创接单比今年增加200到300万台 成为最大赢家 而广达合硕接单比例则是下降 显示红基采购有集中化的趋势 NB产业挑战重重 红基第二季税后每股亏损0.13元 表现比日期差 今年要拼赚钱就靠平板 依照内部自行预估 今年平板出货目标是750到1000万台 总计上半年出货 只有260到265万台来看 下半年将是冲刺关键 第二季的展望 我们是说跟第一季是差不多的 到第三季应该就可以 整季都能够有贡献 尽管低价Iconia A1 B1 上市销售传捷报 但目前拉货力道已经趋缓 下半年展示的触控新品将成为必备武器 不过2014年平板试单内容大致出炉 伪创夹带着Android软硬体研发优势 接单比今年增加200到300万台 整体的PC状况还是不好 微创成为明年宏基平板接单最大赢家 显示采购机中趋势明确 另外广达因为对接小量多样设计的代工平板 意愿降低 目前订单不明 河硕则是维持一到两款机种小量出货 宏基想要站稳市场地位 明年期望再挑战1000万台目标 比今年成长超过六成 成不成功得看消费者反应 林宋政府谈不打 南桥经营观光工厂有成积极的扩大营运 计划再次资4亿元建造一栋全新四层楼的观光大楼 引进冰淇淋及冷冻蛋糕 还有烤面包的产线 提供消费者参观 预期最快明年投入营运 根据经济部预估 今年观光工厂有客人数目标 渴望从去年的1000万人次 持续提高到1200万人次 总营数目标上看25亿元 看好这股观光商机 食品以及两岸烘焙用油大厂南桥 积极加码 旗下桃源观光工厂 平日来客数约400到500人 假日则重破千人 目前有油脂熟面生产线 规划再砸下4亿元 建造一栋四层楼高的全新大楼 引进冰淇淋冷冻蛋糕 烤面包生产线 最快明年加入营运 另外也不排除复制台湾的成功经验 抢进泰国市场 而为了鼓励传统产业转型 新北市政府领先全国 推出鼓励产业观光发展计划 补助硬体经费最高达到150万元 目前已经辅到16家传统工厂转型 每年吸引约45万人次 创造产值约6500万元 预计年底前再新增4家 扩大全台观光工厂热潮 福利宣李文斌台北报道 欧洲经济缓步复苏 第二季GDP成功由富转正 PMI指数也站上了景气的融枯线 投信业者就认为 虽然说目前欧洲经济成长 仍落后全球的平均值 但投资人不要忽略欧洲部分企业 高度竞争实力 欠藏的投资机会 美国联准会QE延后退场 全球股市大风吹 欧洲加入上涨行列 创下五年新高 不止股市回暖 随着德国大选结果出炉 由总理梅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胜选 为欧洲的后续发展 释出稳定讯息 各界关心欧洲是不是 已经成功脱离债务危机 投信业者乐观以对 欧洲第二季GDP由负转正 采购经理人指数 也陆续占上50景气融枯线 卖向缓步复苏 对于亚洲的影响又是如何 投资人应该要注意哪些环节 投信业者做出说明 投信业者进一步指出过去投资人都只专注在欧洲经济活动 低估欧洲企业潜藏的投资价值 根据财报显示 欧洲企业每股盈于一路成正 优于全球平均值 更举出几个品牌为例 包括ZARA、SAP等 这几个知名品牌除了抢进台湾市场 更在全球成功布局 验证欧洲企业的稳定成正 福尔宣 李文斌 台北报道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搜寻电通财经卫星电视台 我喜欢它的技术温馨 线图住行多清除 它的筹码分析让我知道 哪一支股票大户拼命买 它的基本面完整老师都在用 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哦 他们都是用轰天雷赚 学能将各类产业分门别类 邀请专家为您说清楚 掌握投资方向 学会将您想投资的企业财报 独家剖析 将数字来说话 不怕买错股 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运通向前冲 让您聪明投资 赚钱更轻松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开车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部欢迎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宏达电决定卖出持有的 美国耳机大厂的股份 预估将会在第四季 任列将近1.15亿美金的获利 而另外市场传闻 宏达电将会在第四季 推出新款的大萤幕手机 因此外界看好 第四季在新品上市 以及卖出美国耳机大厂股份的加持下 单季获利 渴望顺利的转亏为宜 新建会发布了8月的景气灯号 对策信号分数从7月的20分 降为19分 延续黄蓝灯的表现 新建会强调 主要是受到内需不振影响 预期在全球景气逐步的回稳 以及百货业周年庆的 档期开跑益柱下 支撑国内投资以及消费的回稳 台湾景气灯号 从去年9月终结联石兰的忧郁之后 进入拖泥带水的黄蓝灯 虽然今年6月成功亮出绿灯 却是昙花一现 随即又返回黄蓝灯 让人失望 如果以7月份来看的话 主要分数 综合判断分数是20分 比上个月少了一分 就是金融面跟 一些民间信心调查是稳定的 不过股市是掉了一分 公布最新景气灯号 延续7月的黄蓝灯 景气对策信号分数 更从7月的20分降到19分 主要是股价指数减少一分 加上内需不振影响 不过金融会认为 渴望在美国 日本 以及欧元区等先进国家 领先指标持续上升 美国联主会宣布 维持现有QE规模 加上大陆景气 也逐渐回稳之下 推升国内出口动能 以现阶段来看的话 应该是透展出口 提振民间的信心 包括投资者跟消费者的信心 是很重要的 应该是首要的课题 金建会强调 透过行政院强大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第一阶段推动计划正式启动 加上百货公司周年庆党期陆续开跑 渴望支撑投资 以及消费逐步成长 整体而言 景气复苏力道 还是有待加强 福利先生 卢关宇台北报道 根据Sony供应链大会释出的讯息显示 Sony2014年智慧型手机销售目标 年成长高达52% 用于今年目标的年成长27% 反而就认为 未来不止忠诚度最高的华冠 渴望受惠 预估美绿手机机壳厂 手机按键厂 软板厂以及镜头厂等等 也将会是受惠的足取 4G竞标正如火如土展开 标金也不断地创高了 在这个敏感时刻 宏达电的执行长周永明 出席的公开场合 表示看好未来4G发展 对台湾的产业的一个发展 不过也批评政府起步是太晚了 应该要加快建制的脚步 4G竞标标金持续冲高 竞争最激烈的稀物频段 已经超过200亿元 金家作业正如火如荼上演 敏感时刻 竞标业者跑给媒体追 就算公开参与论坛 还是保持低调快闪 4G建制势在必行 甚至接连手机大厂宏达电 执行长周永明也看好未来发展趋势 对4G发展抱持超高期待 周永明强调宏达电更是全球第一家做LT 终端设备公司 不过相对也面临很多挑战 台湾这边是慢了一点 像我们跟中华电视也蛮熟的 那我们也时常去跟这个政府讲 好 他那个张这个张政府 我们也跟他反映了好几次 说要快一点 要快一点 怎么样去导致这个4G AT的 能够提升目前的很多的这样子的困境 不为内鬼案老乱整体营运士气 根据中华电透露震撼宏达电 日本玩红猪市会社 法国ORANGE电信公司合组团队 计划投资缅甸电信公司 积极布局海外市场的宏达电 看得出要靠奋力一搏 摆脱多市之球的决心 林松春夫 看不到 根据了解雷迪克二次光学透镜 在LED照明的全球时下率 已经超过了35% 稳坐全球龙头地位 反正认为雷迪克在全球照明 前三大厂的订单益柱下 再加上新产能陆续开出 预估9月营收渴望再创新高 而且看好第四季的营运 应该会比第三季更好 使iPhone热潮持续延烧 苹果光靠手机部门 过去12个月的营收 就超越了微软 英特尔和可口可乐 甚至有研调机构 拆解星机后发现 其中的深化加通讯元件 都是台厂文贸的一个客户 让文贸第四季 有机会出现极丹效益 苹果星机iPhone 5S 5C 销售告捷 短短三天卖出900万支 几乎是去年iPhone 5 上市的两倍之多 创下空前记录 厉害的不止这个 根据商业周刊 汇整数据显示 苹果靠着iPhone部门 在过去12个月营收 打败微软 英特尔和可口可乐的 整体营收 一次退出两款新机 抢攻不同需求市场 根据研究机构 IHS拆解报告 Fi S和Fi C的元件差别 少到让人吃惊 其中生化价通讯元件 采用安华高和Skyworks 都是台厂文贸手中客户 意味着随着苹果手机大卖 有机会为文贸第四季 带来鸡丹效应 尽管稳貌不针对单一客户 做评论 依照七月营收 冲出10.84亿元历史新高后 虽然八九月动能不明显 甚至主月下探 但靠着苹果新机销售 开出夹击 新一波供应链的拉货需求 有机会在第四季上寻涌现 林松臭富 台北到 受惠于中国低价手机销售量成长 反看好联发科的发展 因此身为联发科 在中国主要代理商的大连大 也渴望因此受惠 反正就认为 随着十一长价的拉货旺季来临 联发科第三季一运 渴望超过财产目标 同时也将会带动大连大 单级营收上看一千一百亿 再创历史新高记录 电子代工一哥 鸿海布局大电视再下一城 攜手大陆知名的视频网站 乐视网 跨界结盟开卖热销后 宣布山东烟台厂 也正式的投产了 现在预计再投资一亿美金 在淮安布建六十寸 以上的智慧电视组装业务 布局大电视再添新据点 电视尺寸越做越大 鸿海自从去年底 以低价开卖大电视后 战争一触即发 现在要宣告布局再添新据点 根据外电报导 将透过旗下 富裕电子科技子公司 在大陆投资一亿美元 预备在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设立智慧电视组装生产线 首期投资金额三千万美元 韩国日本台湾大陆 那么将来呢 我们现在是群创综合性合并 已经是世界第二第三在伯仲之间 鸿海进攻大电视也掀起跨业风潮 除了和统一超合作以外 和大陆知名视频网站 乐视网也展开合作 靠着全新的团购热潮 快速在大陆串红 供不应求消息频传 为了缩短供货周期 鸿海集团富士康确定在烟台厂投产 7月份的数据 我们大陆的第三方的 这个中医康的数据 表明我们已经60寸 及60寸以上品牌的电视机 我们超过了所有的国际 和国内的品牌 所以未来我们走出 这个中国的国门 到海外去拓产市场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乐视网开卖大电视 到底有多夯 以今年7月首播上市的超级电视 X60 1万台的备活量 49分钟就销售一空 为了持续拓展通路 今年计划将在中国 51个二级城市 建立近200个配销通路 全力抢工大电视商机 林宋全副 看不到 市场表示LED厂 除了背光相关的产品之外 拥有更高毛利的LED闪光灯 应该会成为下一个竞争市场 反而也认为 随着苹果新机搭载两颗LED闪光灯 预估将会带动一波新潮流 因此反而就看好 异光以及光宝科应该有机会成为优先受贿族群 获利持续的上上承扎 全球标准型低润持续的缺货 记忆体大厂加速进行产能调配 将NainFresh等部分的产能挪回生产标准型的低润 带动近期NainFresh快闪记忆体价格止跌回稳 意图创建广影等模组厂 十月营运乐观可期 SK海力市无锡厂在九月初发生大火 使得趋向平淡市况的标准型低润行情反转直上 现货报价最大涨幅突破35% 看准这波涨势 部分进一体模组厂纷纷将产现 移转生产标准型低润 间接带动NainFresh价格止跌回升 谁能够撑得下去终是会回来的 终是会有后面的一天 以生产NainFresh为主的创建 直接受惠 预期十月合约价格 渴望跟进上涨至少一成 除了NainFresh之外 创建公控策略性产品 也占了公司生产比重约三成水准 正式宣布将参加全球规模最大的 国际博弈产业展ICE 以及德国坎入式电子与工业电脑应用展 渴望借此扩大公控市场布局 我想今年开始在一般PC的应用上 创建会要更积极在SSD这一块的领域 创建积极参展提升国际知名度 对手广影则趁胜追击 发表最新USB2.0随身碟Touch T03 采用不锈钢一体成型 加上透明牛角凹槽设计以及金属锣链 渴望以外形优势抢攻消费者荷包 分析的关于台北报道 市场预估下半年苹果新机 整体出货有机会上看四千万只 因此反正认为台大电出货 也渴望进入高峰期 产能逐渐的趋于满载 而另外再加上工业自动化产品 出货持续的稳健成长 反看好台大电下半年营收 应该有机会突破一千亿 比上半年大幅成长百分之三十二左右 台塑四宝宣布将同部队旗下的 越南钢铁厂减少持股 从原本规划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五 降到约百分之十五 预定这次的释出的股权 将由台塑美国公司 以及日本大陆等具有钢铁技术实力的 国际伙伴来接受 位于越南的台塑合进钢铁厂 除了大股东台塑四宝之外 还有台塑重工福茂中钢各持股百分之五 不过有七位父爸爸还不够 为了提升策略结盟实力 台塑四宝决定将同步减少持股 引进更多具有钢铁技术的国际大厂 台塑四宝目前对合进钢铁厂投资交款 各达到百分之十四点七五 较原本规划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五 大幅减少 总计释出百分之二十六股权 运期将由台塑美国公司承接事股 另外也瞄准日本新日铁集团 积极争取结盟 一旦获得合作共识 渴望成为下一步 接手事股额度对象 其实台塑集团越南合进钢铁厂 实力十分坚强 第一支高炉预计2015年5月底点火 接下来2016年5月 2017年5月 第二以及第三支高炉也将完工 总投资金额高达130亿美元 总年产能上看1050万公顿 规模追上龙头中钢 预估年营售将突破2000亿元 成为东南亚产能最大的钢铁领头羊 福利省罗关宇台北报道 以上是清选的财新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 重点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成都都顾王文良老师 10月1号起 每天下午2点半 运通财经台开奖 天生做教命 掌握五成 还有五成 掌握一倍 还有一倍 王文良老师 亲自带领 10月1号起 就在运通财经台 与您见面 台北人最接近水岸的一次 最国际的景观 最无价的绿地 最优质的团队 最难得的是 户户挑高3米6 台北车站10分钟 买得起的水岸人生 森林 上和园 2293 2333 爸爸 儿牌清理窗 专利富的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 也是 带友 感谢读者热烈支持 理财周刊好康加码在延长 即日起理财周刊杂志 原价220元 现在下刹168元 立即现审52元 让您轻松理财一路发 相请请洽 0223926680 机会难得还不快去购买 台北基隆合并一体发烧 北北基 最后一次投房价在南南 政府耗资260亿 启动基隆六大开发案 基隆唯一21项精英公社 休闲概念城堡 万平森林保护区第一排 买在其涨点 幸福财富多一点 轻松买快乐住 台北大镇2459 0707 欢迎回到股市晚报节目现场 台股今天又同步的遭到内忧外患干扰了 在国际股市方面 美国局在僵局 拖累的欧美股市 以及亚洲股市软角 而台股部分因为正真的衍生出的监听门 纷扰是越演越烈 大盘跳空开低 开盘就灌破了8200点以及月线 电子金融都软 只有太阳能资产观光等次族群表现 虽然说盘中传出高院驳回了国民党抗告 生计族群一度欢呼 但是成交量缩仍然是难力往狂澜 收盘时是下跌56点 以8173点作收 成交量是萎缩至684亿元 而明天该怎么选股 我们赶紧请到大家都非常熟悉 运达投顾的钟离荣 分析师为我们解析明天的关盘重点 离荣晚安 大家晚安 我是钟离荣 好 请教离荣 今天的盘是相当的弱 是让大家非常忧心 在国际以及国内 都是有一些政治上的纷扰 明天的盘是您的观察 今天的加减股价指数 虽然是下跌作收 可是落中透强的一个气氛 我不知道各位投资本 有没有感觉得到 那么基本上在今天 或许大家会谈论几件事情 第一个这个政治斗争 现在正流行 这个传染到了一个美国的一个 这个两党之间 会不会怎么样政府关门 说得很严重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 彭华南总裁在上个月讲了 这个上个礼拜讲了一句话 他说利率不会永远在低档 这一句话绝对不是废话 但是大家把它解读成为是一个 升息之前的暗示 还有测试市场上面的一个话语 那么到底会不会升息 升与不升之间 似乎又出现一个变数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升息对于股市怎么样 是短空但是长多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10月份电价要上涨了 正式上涨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到底对于GDP的影响 它又是一个变数 所以今天是在这样三个重要的变数当中 开出来的一个盘式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虽然今天的一个行情 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它盘中跌破了一个月线 但是它却收了上来 它说明一件事情 拉回来这个地方 绝对是找股票买进的一个时机 我常常跟我讲说 波段的强势股 要买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大家去想一下 如果说磐市永远都是这个一帆风顺 然后无视太平 那么哪会有股票跌回来 或者说拉回来的过程 让大家去做一个承接 所以我举例说明好了 我们讲过这个波段的一个主流 它就是在生计 在航运 在工具机 在太阳能 那么太阳能在两个交易日之前 当时候传出了一个讯息 说什么 说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双反的一个部分 美国打算怎么样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而且并且否认这件事情 结果大部分的太阳能股都全面性的一个重挫 甚至跌停 可是似乎过了两天之后 又循着上涨的一个这个轨迹 持续往上去做一个迈进 那么太阳能我们待会 如果我记得的话 我们再继续谈 那么我只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说明一件事 波段的强势股 在拉回的过程 然后它已经伴随利空 但是如果主趋势是持续往上的过程当中 未来拉回来任何利空打回来过程当中 应该站在买方 那么指数的部分或许大家关心 因为统计过去整个中秋节 结后的一个月 那么原理上行情的一个走势 要么就是震荡 要么就是下跌 原理上不会持续的一个喷出 但是呢 整理的一个过程当中 代表的是有股票往上 有股票往下 这虽然是去废话 但是一定要分得清楚 比如说今天3673的TPA 怎么样破底创新第一 然后今天比如说2388的微盛 持续往上去做一个走高 这个当中一定有不同的一个选股 上面一个逻辑 所以接下来你们不要这个928过了之后 忘记了我跟各位讲的一个笑话 孔夫子搬家搬来搬去都是输 换句话说股票不然換来換去 在生计在航运在工具机在太阳能 未来绝对是 10月过后能够持续的一个主流 有机会的一个族群之一 那么其实法兰西在看什么 第一个10月10号之后 之前要公布的9月份营收 这是比较短线上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10月底之后 陆陆续续要公布的第三季的一个季报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季 当整个美国进入感恩节的消费性旺季的时候 那么消费性旺季会不会旺季 持续的更旺或者是旺季不旺 所以这是目前法人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很简单的道理 9月份营收还没有公布 大家都知道吗 大家不知道啊 但是谁会先知道大股东大股东先知道老板先知道会怎么样 会买股票 会买股票的股票就出现了一个不太符合常理的异常表现出来 那么简单说当今天大家都还在看美国到底会不会怎么样 政府相关的公布门会不会怎么样关门歇业 那么当大家都在看说这个升息的一个速度上面会不会是要出现升息的一个角度或是方向的一个改变 或者是当大家都在看整个GDP会不会因为电价上涨的过程出现影响的情况下 有些股票它根本不甩这些不确定因素 为什么 因为maybe我后面有所谓的9月份营收大幅度成长的支撑 maybe有什么我第三季季报好的下下降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那么这些股票一定就在近期它会浮用浮的浮现出来 那么举例说明好了 生技族群当中我一直跟各位谈到 要注意的一定在新药的部分 今天4162的一个智勤它走势上非常的一个强劲盘中和地拔冲 那么包括在整个4168的台位体也是一样 那么虽然我不认为它短线上会直接的往上去做一个走高或连续性的一个攻击 但是大家去注意一件事情 当整个智勤它今年的一个权力金授权至少24块的时候 它打到10倍本益比就是240块的位置 似乎就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支撑 那么包括4168的一个台位体 在整个大种制药入股5%之后 那么这家公司它的研发实力已经受到肯定 那么价值一定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包括现在在整个新贵的部分 比如说4180的安城制药 它是做一个特殊学民药的一个公司 那么股价居然已经来到了300块 这家公司没贪钱 那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它未来研发的实力 还有老板的人脉 因为这个老板它是辅助这个部分很多的一个新药股 它包括台微体 包括智勤 这个包括唐莲的部分 它去顺利挂牌的一个公司 那么我不是要各位去买安城制药 而是要去留意现在盘面上资金在注意什么东西 摩椅子柜的题材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2388跟2498的一个 这个威盛跟宏达店之间的关系 理论上来讲宏达店跌下来 威盛应该怎么样 应该死翘翘 但是最近的宏达店在往下跌 没有跌很重的情况下 威盛居然逆势走高来到一个波段新高 大家不觉得很不合理吗 行情出现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 那么子公司的股价业绩又起不来 那么手中持有4000多张的母公司 但是股价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程度的影响 居然还逆势走高 那么威盛后面是不是有一些 不可告人的一个讯息 大家可以去猜一猜 那么其实除了电子股之外 我们拉回来刚刚谈生计 生计的部分 安城制药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注意一下 他的大股东是谁 就好像什么 志勤的大股东是谁 4123的成德 过去股票的股性牛的钥匙 但是最近瞬间成为市场上面的 一个闪亮的一颗星星 除权完以后持续往上喷 逐渐还原全职 还在创下波段新高 那么转投资的一个 这个溢柱上面来讲 其实具备很大的想象空间 包括我们之前跟各位谈到的 在整个姓国制药的妈妈 都是姓辉 那么股价从四字头 跟各位报告来到五字头 后面也将近来到了 波段高点57块多 那么安城制药的一个大股东是谁 讲来讲去就是要跟各位讲 这一支4144的康连 因为他是中国前三大的 干药的一个通路厂商 那么同时持有这个 这个安城制药的一个这个张数 高达了2239张 那么吓人的是什么 他持有现在这个市价300块的 安城制药 他的成本是76.04 吓死人了 如果这样算一下的话 潜在获利高达4.7亿元 如果换算成康连7亿多的一个 股本的公司 大概EPS贡献至少是5块以上 那么大家去想一下 如果我只单靠业外股价可能没有持续往上前进的动力 但是我本业也不错 那么内外兼美的部分就看一下 整个康连上半年的EPS 已经来到了3块4毛2 那么全年法人的推估大概都5.77到6块之间 那么如果再加上这将近5块钱的 安城制药的潜在获利 那么EPS将能高达有11块钱以上的一个实力 那么现在的生计股动辄本益比都10倍15倍20倍去起跳 那么相对而言是不是值得去做一个关注 那么拉回来我刚刚突然想到了 太阳能为什么要留到后面跟各位补充 因为之前有利空打下来过程中今天往上走了 往上走了走了谁 走了易通 走了绿能 他们不是主角啊表示什么 主角冒敌新日光还在休息的情况下 太阳能这个地方是禁广告 换句话说未来还是静待拉回的买点 不要急于去做一个追加 好 非常感谢运达头顾 钟离荣分析师详细的解析 台股在内忧外患干扰下集团作战行情势离 大盘跳空开低失守8200月线 成交量又再度缩至6字头 再度是让空方得逞了 盘面转由空方掌控 所信9月的月线来看 月线是上涨了151点 涨幅1.89% 仍然是收红棒 大盘失守月线以K线形态来看 呈现十字线 而大盘的并造还是在于成交量能 又有转为量能退潮疑虑 短线上多头必须要尽速收复月线 积出成交量 否则将有继续往季线半年线回挡的疑虑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报 感谢您的收看 就继续一同来关心 明天的重大财积预告 我是郭凯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痛 请用玉芬珠 我喜欢它的技术温馨 线图自行多清除 它的筹码分析让我知道哪一支股票大户拼命买 它的基本面完整老师都在用 焦点嘱咐也能赚大钱哦 他们都是用轰天雷赚 最习惯啊 先用习惯啊 博婚珠 陪恩这一国际团队 献给那壶最美的礼物 树的大阳台 水的空中花园 一户一体厅 一户双树院 女主人的空中花园 男主人的庭园书房 大华虎语 2785 0888 民国55年 全台国小每班约52个学生 当时约20个年轻人 抚养一个老人 民国101年 全台国小平均一班约25人 预计民国111年 约4个年轻人 需抚养一个老人 随着社会的变迁 少子女化与高龄化 已影响年金制度发展 谈息下一代 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孩子健康自然的环境 让他生活无忧无虑 老师说 大家都解门解碳 爱地球 所以家里装修 我都选择绿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里 耶 我叫到绿建材 选择绿建材 乐活好住宅 来 预防溺水有十招 第一招 细水地点要合法 第二招 不做危险的举动 第三招 湖泊溪流细水需特别小 二招 第二招 三招 二招